蒋文利是金鸡蒋影后 马思纯是金马蒋影后 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蒋文利又是马思纯的亲小姨 而马思纯也一定会得到 小姨蒋文利的支持和教导的 那么马思纯有没有靠小姨 蒋文利获取资源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蒋文利和马思纯的关系 在马思纯出名后 很多人都知道了 马思纯有个亲小姨 就是中国影视女演员蒋文利 蒋文利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因出演电视剧《悬崖百合》 正式进入演艺圈 该剧播出后 她的演技也得到了肯定 之后相继出演了很多影视剧 拿奖无数 而蒋文利的外甥女 就是当红女星马思纯 马思纯进入演艺圈 少不了蒋文利的功劳 马思纯妈妈是做经纪人的 小姨蒋文利是演员 从小在演艺家庭的熏陶下长大 也是在小姨的熏陶下 马思纯对演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马思纯妈妈不同意马思纯进入演艺圈 后来还是蒋文利劝说了思纯妈妈 并开始带马思纯演戏 才把马思纯带进了娱乐圈 蒋文利见马思纯对表演有兴趣 就经常带马思纯去剧组 在马思纯七岁时 蒋文利就带她饰演了自己女儿这一角色 而且在马思纯小的时候 蒋文利还推荐马思纯出演了电视剧《大宅门》中的白玉婷 所以马思纯还算是童星出当呢 长大后的马思纯出演的第一部戏 就是以女主角的身份 之后陆续出演了一些电视剧 演艺事业一直开展的有条不紊 后来马思纯与蒋文利一同出演了《秘案》 还出演过蒋文利自编自导的剧情片 所以说马思纯今天的成绩和蒋文利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马思纯真正活起来的 还是因为出演了青春爱情片《左耳中的黎巴拉》 虽然不是女一号 却打动了观众们的心 接下来她便凭借七岳与安生 拿下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证明了自己实力 马思纯能走到今天的位置 一方面是自身的努力 另一方面蒋文利对她的帮助也是不可忽视的 后来马思纯在出道很长一段时间里 大家都不知道蒋文利是她的小姨 在外界了解蒋文利和马思纯的关系 又知道了马思纯的小姨夫就是导演顾长卫后 旧人开始说 马思纯是靠小姨·蒋文利的关系才会出名的 马思纯听到众人的猜测后 笑称别人把小姨·蒋文利和小姨夫·顾长卫说得好像能指手遮天一样 因为小姨夫是导演 所以她就可以想上哪部戏上哪部戏 但马思纯表示真不是这样的 并没有外面说的那么离谱 至于哪部戏是谁 马思纯和蒋文利言谈监督表示 不是自家人可以决定 不过同时马思纯也承认 蒋文利和顾长卫对她确实是有帮助的 而这种帮助是让她有了一个可以被人保护的圈子 蒋文利也很赞同马思纯的说法 在一次聊天中 蒋文利还提到了自己第一次有当妈的感觉 就是接到从老家来北京的马思纯的时候 那是马思纯第一次要见到她的小姨夫 蒋文利在车上教马思纯叫人 而马思纯把过往的一辆车喊成了小姨夫 逗逗了蒋文利 提到这个时候两个人也都是十分感态 一眨眼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马思纯和蒋文利现在的关系像朋友一样 不过据马思纯透露 自己其实小时候很怕蒋文利 因为蒋文利脾气跟妈妈很像 每次见到蒋文利都会被说一顿 还是后来在二人开始聊心事的时候 蒋文利让马思纯把她当作垃圾桶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她说 有时候她和妈妈无法沟通的事情 会先告诉小姨蒋文利 让小姨蒋文利去沟通 在长时间相处中 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像好朋友 在马思纯的心中 蒋文利就是她的闺蜜 她的朋友 有一些和妈妈没办法沟通的事情 她都会跟蒋文利讲 彼此成为了可以相互倾诉的对象 虽然得到了小姨蒋文利的帮助 但马思纯的成功 也并不只是依靠小姨蒋文利的关系 马思纯自身的努力也很重要 小姨蒋文利的帮助 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 最后我们也希望两人能出演更好的作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